好 我已经是第四次参加我们 多伦多大学UTC次主办的春马 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这个 留了胡子是不是有点变样了 是吧 有的人说留了胡子先老了 我觉得他碰明白 现在大家都是年轻人你们懂 现在这留这大胡子 最流行是吧最时髦 你看NBA球星哈登 哪多牛啊 我也追个时髦我留个胡子试试 朋友说我这胡子怎么留 怎么不像哈登啊 说我这留的倒有点像 被联军逮捕之后的萨达姆 今天萨达姆叔叔在这里给大家说道相声 我曾经讲过一个段子 说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上UT 高中毕业那年暑假 上UT之前交了个华人朋友 产生了学中文的兴趣 还有发现这时候 华人特别热情 特别愿意分享自己古老文化 特别愿意教我老爱学中文 特别热情 但是朋友非常严肃的跟我说 我可以教你中文 但是你学中文之前呢 你得自己做一个选择 就是你到底想学哪一种中文 我说我学Chinese那种中文不就完了吧 不不不 他解释Chinese分两种 其他人不同 你到底想学哪一种 我都可以教你 但是你先选 我说我零七处开始 我都不知道你 你告诉我怎么分 怎么个分法 我来选 他说那 基本上就可以这么说 有一种中文呢 是我们普通老百姓 在日常生活中说的中文 我说除了老百姓说的中文 还有谁说的中文呢 他喊 他说那个中文 基本上就是政府官员说的那种中文 我听这个国家够神奇的是吧 老百姓跟政府官员说的不是一种语言 大家 不想那么多 不明白 让我选 是吧 就选择很简单 我就跟老百姓交流就行了 你教我老百姓的语言就行了 他说那我告诉你 我们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说的这个中文呢 叫做广东话 现在我讲这个故事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 因为听我现在满腿的京腔是吧 其实最早学中文 学的不是北中话 学的是 Yeti Sansei 6222 今天这个故事啊 不多讲啊 就是跟你说一个现象啊 在我是84年上多罗多大学 80年代就开始学中文 那时候你们学什么呢 那时候还没有你们啊 那个时候 加拿大华人社区呢 80%以上讲的是广东话 这个到现在为止呢 还留下了这么一个错误印象 就是加拿大西人普遍认为 广东话才是正宗中国话 你看我们著名校星Russell Peters 是吧 有一段 说这个印度人和中国人做生意啊 学中国人说话 都懂懂懂啊 B&M 其实他学的是越来越普遍的这个英语啊 这个是我们家当然一个普遍的一个 一个透明的印象 你看 现在逢年过节还是这样啊 华人社区搞一个什么活动 加拿大各级政府的这些政客 都得前来参加啊 上台致辞 哎呀 联邦政府 省政府 市政府啊 这个选区 那个选区 执政党啊 再也党啊 第三党啊 哎呀全都得来 挨着个儿的上台致辞 每一个人的一口同声的都是一句公铁法权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的 2005年的时候 我主持了一个活动在多伦多 啊 那个时候时任总理 克雷连总理也前来参加 要上台致辞 我就想我作为文化使者 我一定要扭转一下 我得我得正确的引导 我们加拿大西人朋友是吧 解除这些误解啊 呃这个总理呢 在后台上台之前呢 先问我 他怎么说 他说 克雷连总理 So is the Chinese New Year 哈 总理说话真的是这个味道 大家都知道这个加拿大是双种语言政策是吧 英语和法语 一般总理是两种语言都要说 克雷连总理呢非常特别 但是加拿大有史以来 英语和法语都说不好的总理 但是热情是非常热情 我说 哎 Chinese New Year哈 So you say 公铁法权 我说哦 总理先生现在不那么说了 因为你看今天到时候呢 全都是讲 Mandarin 普通话 那是 Cantonese Continese说公铁法权 我们普通话呢 说公 哎 说到这里 零起一动 可能是现在两人的本身冒出来了 我说总理啊 这第一个字还是一样 也说公 但是我们不说公铁法权 我们说 公保鸡丁 哎 总理上台 真是特别热情 我说那是国家 我喜欢加拿大 我爱中国文化文化 我爱网上的文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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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网上的文化文化肇灵 我爱死下 我当时真学过两篇的广东话 因为也是因为在加拿大 拍一个广告福特汽车 客户要求要拍广东话版 还要拍国语版 我就练了半天 这个广告播出以后 反响特别强烈 观众都是第一次看见 我在台上说广东话 这评价特别高 说大山这个广东话 一听就是北京人 我就总结了一个道理 可能北方人包括北京人 包括加拿大人 我们都讲不了南方口音 北京人讲不了广东话 加拿大人都不行了 因为我们是骨子里 我们就是北方人 加拿大是很特别的一个国家 在世界上的为数不多的 根本没有南方的国家 加拿大最南部地区也叫北方 我们没有南方 根本没有南方 我们只有北方 亚北极和北极圈 肚子里就是北方人 所以北京也是 假不了广东话 我总结了几条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说 以北京人为例呢 你们别听得不高兴啊 这北京人真的有点嘴懒 是吧 数 十个数 十个数是吧 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九十 他懒得说全了 他有没有说全呢 他最后落到了 二八音就齐了 中间那爱省多少 省多少 这是二八音的主要特点 这个北京人说话比较懒 广东话呢 就不能偷懒了 广东话主要的特点 一定要使劲 我跟广东朋友说 你跟我说话 不那么使劲 行吧 不行不行 不使劲不是广东话 同样数十个数 一不叫一 就是一 一一三四五六千百九三 真的你确定独了 这可能关键问题在这里 北京人其实不是懒得说话 北京有的是砍业 北京人真能砍 他不是懒得说话 他懒得稀奇 大家就都知道 北京稀奇有害见 他们说话的时候 尽量少用气 你们别追的不高兴 那说的是过去 现在北京空气 是一年比一年好 我相信 所以北京空气的 不断的改善呢 北京人讲普通话 讲广东话的这个水平 也会有相应的提高 但是呢 现在是尽量少用气 这个不行 这个广东话 第二个特点呢 它是底蕴特别深 古语 活生生的文言文 还保留了很多 古文正字 是吧 这特别有讲究 比如说广东话 走路不叫走 是吧 好 古文正字 行 三人行 逼我实验是吧 这保留了古文正字 三人走 是吧 能不能这么说 改成北京话更不行了 三人这么一溜弯 我告诉你 这里没错 我给人说话了 是吧 这个古文正字 这个拐弯不叫拐 叫君 左拐 还得用古语法 君左 右转是吧 君调 喝水不叫喝 叫羊 古文正字饮 吃饭不叫吃 叫塞 因为广东话吃的多 是吧 讲究吃 叫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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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不能外传 是吧 所以外国人不知道是四声饭 都知道 都以为是四声 你看外国人会说 我明白 明二声 白二声 这不是杨昌 我明白 愣没有人告诉他 还有个轻声 我明白了 这是人话 这才是人话 老外强调 他会把咒音放在后面 我知道了 每句话 把咒音放在前面 我知道了 没想到今天在这里 开个中文课 是吧 要不怎么说 听下面找诀文呢 这个 你想 普通话四声半 都这么有讲究 更不用说 这广东话是六声九音 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 它不是 它都不是 你这往下 再往下 你得坐着说 Sick 广东人讲究吃什么 你得坐着吃 最起码的 Sick 这个是九声 六声九音 什么 六声九音 还有一种诱音 也叫避唇音 就是你发队音 一定得闭上嘴 比如说 一二三的三 你按普通话 都闭嘴 一二三 广东话 三一定要闭嘴 九十个十 三 三 三 也闭上嘴 三十三呢 你得闭三回嘴 三 三 都闭嘴 那不是广东话 这个是入音 还有一种气声 气音 气音就是 这个发掘音的用气 但是用气的地方 跟我们北方的语言 那不太一样 北方基本上都是 丹田以上 这个气音的用气 是丹田以下 这个丹田 你跟西人讲的 还得解释 因为这个是道教术语 是吧 你就是 就是三天以下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肚脐牙以下出气 用气是在肚脐牙以下 举个例子 香港的香 是吧 你看 用气都在上面 香 是吧 香港 香港 都在上面 广东话证据的念法 它是气音 在下面 嗯 好了 是吧 香风 香风 香水 香水 香气 还有这两个 可都是气音 先吸一口气 香气 香风 香水 加香气 真的是 吸气啊 香风 香水 加香气 hop 毕丰 居 Assassin 猛 对 姓 神 土 忌 ll S 進場的場 進場的場 場長說 蟲長 張場長 江蟲長 場場長 上蟲長 場場相見 場場長 江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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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祝大家新生快樂 全野有常伴事如意 謝謝你們 在這裡祝大家